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 看着就聪明啊 将来长大有福气 妈 怎么老哭啊 对啊 你喂她了吗 喂了 哎呦 那就是妙了 哎呦 真的是 哎呦呦 我太没经验了 哦 不哭了 不哭了 我画得不胖了 拖着腰啊 我这皮包里头啊 有妙固 我来 我来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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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这大孙姨儿哦 哪里带那么多呀啊 哎 又暖和又好 这都是旧衣 这奶奶也有新年了 哎呦 哎呦 妈 妈 妈 你这什么呀 这是尿布啊 这 这上面有细菌的 这哪有细菌哪 冬的小时候都是使者长大的 可这个没消毒 咋还要消毒啊 没有 妈 她的意思是说呀 您坐了一路火车了 火车上传染病人特别多 万一您这孙女得伤病 您不得心疼啊 你是这意思吧 这可是我亲孙女 她要是得病了 我比谁都心疼啊 再说了 冬子都是这玩意儿长大的呀 你得啥病了 那小孩子 你喝 喝口水啊 让她闹她 她 她 她一人醒 来 来 来 我妹他们挺好的 您说您打了电报 我都要去接您 别生气 别生气 您看您 天总 干点不错 什么不错啊 楼盘是开发完了 可是没人买呀 等了两个多月了 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既然这样 赶紧回来吧 算了 我还是在那边呆着吧 我总得 完成一件事 做事的优势有终 我正向局里建议提拔您了 初长 不用 我这人不需要提拔 我在那边挺好 看着那些砖头碗块 就当是修行啊 老同志 我还正为这事换成了 说实话 现在局里也真没位置 处长 没事 您别费心了 您就把我当成是 扑出去的谁 好 慢点慢点慢点 妈 我回来了 李丽 你爸让小夏 把电视给输过来了 对 这么快就来了 快快快 真好 小夏坐坐坐 这么坐了 那个局长还等着用车呢 我先走了 你歇会儿再走嘛 谢谢啊 我下边的楼下正好碰见 真的 您这好啊 妈 咋这么大呀 跟咱家床底下那大箱子似的 这可是二十一寸大饭店 现在是最时髦的 是啊 你说庆家宫啊 就是知道疼人 东宝 你去买肉馅去 今儿咱吃饺子 就咱仨操呼吃吧 我看你们过得这么好啊 妈干活都高兴 真的 你高兴就在这儿常住 咱今天就吃饺子 你去买肉馅呢 行 想吃什么我一买什么 快去 妈 等咱们将来换大房子啊 可以把丽华爱国 他们都接来 那感情好啊 这次他俩就抄抄的要来 真的 丽华还想看孩子呢 你说他俩呀 也不是咋的了 你说结婚二十三年了吧 至今也没怀上 就为这呀 没少受婆婆的气 你别跟她担心了 等他们来呢 我带他们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我们可是大医院 这媳妇就知道疼人 这高哪儿啊 咱俩搬不动 等如东回来呀 我跟他来弄 那你看孩子啊 我做饭 哎 好嘞 妈 您哪还不睡啊 我给小丽炖鲫鱼汤呢 东子 我问你点事 就你这媳妇 她咋没奶呢 她 她 怎么样 你看咱村老王家那媳妇 给她奶子子的呀 你现在都三岁了 那奶还往处流呢 媳妇啥一样 她身体不好 她自己也着急 都啥急呀 你说就 可怜我那孙女的 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 你别着急了 喝你那汤 有点油奶了 你早点睡吧 缺媳妇 就向着媳妇说了 没有 你早点睡啊 我得把汤给她炖好了 好啊 行 别太晚了 你睡去吧 哎 哎 老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找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在哪儿 我能不知道吗 就我想着你 你不想着我 你多大人物啊 马总 什么马总 哪种啊 你这变样了 戴眼镜变 变色了 找你个好事 什么好事 我这辈子就没探上过 什么好事 买你点东西 什么东西 水宁啊 楼 你的楼 好啊 正好我管 我给你打折 八五折 您要几套 都要了吧 都要了吧 没开玩笑吧 这开什么玩笑啊 承建系统最后一次福利分房 我们建呢 有着来不及了 正好听说你这儿 有一大堆楼卖不出去 你想卖 我想买 两好凑一好 这好事我们不能讲着你啊 真的呀 你调到承建集团去了 哎哟 太好了 这楼把我给仇死了 你等于帮我一大忙啊 整个天上掉一大馅表 把我给砸着了 好事吧 当然是好事了 你要不来 我还不知道 蹲到什么猴年马月去呢 也是啊 这个楼都快盖完了 你们单位 应该把你调回去 没有位置 我现在是三部网人员 闲着呗 给我安排的是副处局调研员 去调研这些专头网块 也是啊 要不你留福全得了 这儿的卫生局 基建口一直缺人 老到我单位去挖人才 你不正好是这专业吗 我要不跟他们说说 以后发货你的特征了 咱们俩也能在一块了 好啊 你要把我这楼全买了 我正好没事的 就去呗 好 行 走 先到我房公室 这儿可有个宽敞地儿 是不是 还没 那 不 就有点 什么 还没 这就有点 还没 这就有点 没 好了 不 没 咳嗽 妈 我回烂了 回来啦 你怎么咳嗽了呀 累了吧 不累 你歇会儿 我在家都干习惯了 那你歇会儿 我把电视给你打开 你看会儿电视啊 妈 你怎么把这个搭劲了呀 没事 一会儿就干哪 咋啦 这坏了 坏了 嗯 哟 不是 这东西谁知道 它怎么这么娇贵呀 我看你出去买菜去了 我就赶紧把尿戒子洗出来了 你说你们这城里头也是 你说连个树桩子都没有 往往哪儿晾啊 你没地儿晾 你也不能晾这儿 它怕水的 怕水 你拿出去晒一晒不就行了吗 那也是的 给你打开 perdone 妈妈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不回事吧 给我给我换个 没事 你们都准备好了 哎呀 哎呀 我饿坏了 饿坏了 饿坏了 妈 你快点 饿坏了 不吃不吃了 饿坏了 饿坏了 你怎么给饭呢 来来来 奶奶给呗 奶奶给呗 来来来来来 哎呦 这咋啦 妈 这么胖子都不饭呀 哎呦 我忘了我到时候开水呀 妈 这叫我 妈 你别再来 还不可以送医院啊 我怎么老胡的 妈 快点 这是什么 这是老胡的 妈 你别着急啊 六东 女 rolled 怎么啦 孩子给探着呢 探着呢 怎么会弄到这样了 都是我没留神的 公哥 都怪我不好 都怪我 公哥 公哥 哥 回来了 怎么样 手机都办完了 办完了 后天报到 行啊 来 你在卫生局 挺有名气 那卫生局局长一听说是你 人家当时就应承下来 还什么都没说 还跟我说了个事 说什么 有一次哪着火呀 你是怎么如实 向领导汇报的 说得很详细 行啊 挺有个干部品质嘛 哥 你说话 怎么现在满嘴关枪啊 我就是没撒谎 什么品质不品质 我听说怎么着 你 你们单身宿舍里头 我住了一个 哪儿的那个防疫站的女医生 那怎么回事 谁呀 王燕 上次婚离你见过 你不是不喜欢她吗 怎么住一块去了 我 跟她住一块 跟喜欢不喜欢她没关系 单位没宿舍 没办法 我现在住的是女生宿舍 哥 女生宿舍 是 是 是 知道 知道 提到这个女生宿舍 我觉得啊 你 你得 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老大不小了 你说呢 我这工作还没稳定下来 那考虑什么呀 这不是 有疙瘩呀 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 别 怎么了 没有 这怎么了 没怎么 你是不是 喜欢王燕了 别逗了 来 喝喝喝 妈 没事 就是血牙膏 可能是累的 董子 我惹瘩了 我把那电视机给弄坏了 没事 你不怪妈呀 那我心里头更难受 丽丽说了 那电视机还能修呢 真没事 董子 学问呢 你比妈大 可是这人情势力呀 妈比你见识的多呀 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 你得跟你媳妇过一辈子呀 你宁肯得罪妈 也不能得罪你媳妇 你看你这话说的 人家李丽啊 挺通情家里的 她没怨您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的那心思啊 我也知道 你是孝子 你说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不信你 我信谁呀 可是那媳妇呢 她毕竟是外人的 咱还得谢人家 你说为咱家生孩子呀 那可是遭罪的事啊 东家 你听妈的 给我买回去的票 妈 您不能回去 这孩子还没出百天呢 您这一走 到时候让我妹妹妹夫 还有 接风四邻的 这只是我结论我 骂我 您呀 踏踏实实的 您还得帮我带孩子呢 这辈子呀 你能娶成这样的媳妇 那算你的造化呀 这些日子呀 你说妈跟你媳妇相处 我得出一个字 人 你说你媳妇 为了你 为了女孩子 那啥都能忍呢 妈就放心了 你妹妹她们那头呢 我自有安排 不会给你丢脸的 我跟你说呀 妈得走 我为了我那孙女 我也得走啊 你媳妇啊 才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妈还能陪你几年 别走啊 妈 别走 妈 我知道你为我好 可是我这么做呢 也是为你好 你说这么个大城市 我谁都不认识 我谁都不认识 我出了门 我到哪儿我都转向啊 我就能在家待着 这不跟不让妈 顿大牢一样吗 在村里头呢 在村里头呢 咱还有亲戚 还有邻居呢 我也能说出话聊聊天啊 老板 你怎么来了 王法哥 你怎么来了 值得懂礼貌了 不错 我等我老妹呢 我要是不在 没下班呢 那我就在这儿等一会呗 屋里坐吧 外面没地方待 别急 那我可不敢 万一 你的没吸管没关 我一进去 碰一下 那我不就倒霉了 不会呢 我不会走那么不想的 请进 请进 其实啊 我今天找你的 找我什么事 听说你到卫生局去当官去了 地方卫生局副处理 就是一个正联级 我转业之前就是正联级 当什么官啊 那也是官啊 你给我找拆事干什么呀 给你找拆事 我们是事业单位 你找工作得归劳动局啊 那就说你不管呗 我可跟你说啊 上次我老妹昏迷的事 我还没跟你算总账呢 行 我找机会得跟你们领导 好好谈谈就是得 你这是威胁我 也不是什么威不威胁你 我也没办法 你就说你管不管吧 我帮你想想办法 临时工行吗 行啊 卫生局三产 不是 三产是干什么的 卫生局三产 卖一些计划外的药品 哎 靠谱 行 这 挣多少钱咱不管它 得天天有人请我喝酒 你信不 不行 你不能卖药 你还是看大门吧 别信啊 那看大门能挣几个钱 你卖药容易出人命 你整天喝酒 万一出什么乱子 我哪是负起责任呢 行 看大门就看大门 能挣出口吃的 也就行 哎 哎 我觉得我老妹对你不错 你怎么不表态啊 我表什么态啊 我们是同事 你少来这趟 同事 你天天吃他给你做的鸡蛋面 还同事呢 蒙谁啊 那同事 就不能做鸡蛋面了吗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又玩花花肠子 跟我老妹三心二意是不是 要是他哥我可不是好惹的你知道不 告诉你啊 工作事赶紧时间 抓紧时间给我弄 我走了 好 回来了 嗯 爸妈送走了 嗯 你这怎么了 你觉得怎么样做孝顺呀 孝顺就是 就是大家伙一起享福吧 你觉得咱们现在是在享福吗 这孩子这么小 一天哭到晚的 咱们自己都受不了 你妈一大把年纪 跑到小时 跑到咱们这儿来 帮咱们来照顾孩子 这是你在给他添乱呢 要我说孝顺啊 是应该是以顺为孝 他现在是回到闲夏了 但他在那儿呀 过得舒心 过得顺心 我觉得这才是孝顺 话是这么说 可我心里就是觉得不舒服 你要真不舒服呀 你就给他多寄点钱 这是真的 我不寄 寄了钱他全给我妹妹 让我妹夫 全都买酒喝的 寄不寄是你的事 怎么花呀 是他老人家的事 这只是最后一次福利分完 过热村就没热店了 我的宫流是最长 怎么这名字那么靠后啊 老吴 就我差一份 好 你说我真的不服 行什么呀 我在医院的内科是功能最长的 可你学历也是最低的 行了行了行了啊 别在这儿炒了 都没分着房 炒什么呀 人家刘东和李丽 早回家透着乐了 对呀 他们俩刚来布景 怎么就能分上房 我的功能体他们俩都长 功能长有什么用啊 没带长才四周 哎呀你别瞎说了 这次分房功能资格 都属于阴性的你让我等 分是你拎的 你怎么知道我 养非这样说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次福利分房 可是最后一波 那以后就得花钱自己买了 我的要求也不高啊 就有一间旧房就行 这点要求都不满了 不行 咱们一起争取 走 走 走 有什么意见说 院长 这刘东功龄还没我长呢 人家当过兵啊 服役期间算功龄知道吗 这样算下来啊 你们两个人功龄是一样长的 那我学历比他高啊 我是在读研究生啊 再读研究生不是吗 你毕业了吗 小何 你现在要把毕业证书 给我拿过来 我马上给你分道房 小陆啊 你有什么意见说一说 院长 我和李丽功龄一样 学历也一样 为什么分他房子 不分我的呀 是这样啊 局里有明文规定 夫妻双方 如果同在一个系统工作的 要优先照顾 你知道吧 要不 你们两个人考虑考虑 要是你们俩结婚了 我保证向局里啊 再给你们申请一个指标 怎么样 院长 这不是几对人的吗 开玩笑啊 别当真 路平咱们等 院长 我要真的跟他结婚了 你说话算数吗 我作为长者要奉献你一句 结婚可是大事 千万别拿这砖头瓦块什么的 把自己一生打进去 好好想想 路平啊 走吧 为什么非要结婚才能分道房 我要的是一居室 又不是两居室 你就是一居室 给他按二分来啊 现在咱们站里 有两个分数和你相当的 相当又怎么样啊 站长 我可是当过兵的 现在都摆完大裁军了 当兵那个历史 也只能算历史了 站长 您在会上说过 只要是一个系统的双职工 就能分道房是不是 你说话算数吗 算数 算数 那我现在就去找个对象 到时候你不许来仗了 你别跟我嚷嚷啊 你要找一个 怎么找个条件相当的吧 普通职工可不够分啊 用资格论学历 你要都补补加班挑劲他 那就没标准了 到时候就平行一张嘴了 你看你这同志 当然有标准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人民医院有个叫 李莉的病学护士 给你资格一样 他丈夫叫刘东 大学毕业 又是主治医生 人家结婚就分成房子了 你怎么着也得找个 像刘东一样的吧 刘东 李莉 嗯 行 站长 我一定找个够资格的 来吧 你快快快快快 哎呦 你放开我干嘛 有事你说事 你干嘛呀拽着 我这有一主意 要不你考虑考虑 咱俩假结婚 假结婚 真结婚也行 假到都不愿意 还真的呢 我呀直接找个 有房子的嫁过去 哎 谁 哎呦 哎呦 这夫妻俩 挺春风得意的哈 哎 你这个 话里有话呀 听出来了 听出来好 小孩 你要觉得这次分房不公平 你可以找院长 你要觉得委屈 作为朋友跟同事 我们俩可以请你吃饭喝酒 刘东 别激动啊 我这也不没说什么呢 哎 因为房子的事情 大家今天对咱们都有意见 那怎么了 咱们有资格分房 解决困难户 他也有资格 他没结婚呢 但难免会有一些闲话的 你现在知道闲话了 他当初还埋怨我 拒绝院长的提拔 你得知道我不容易 怎么啦这是 怎么了这是 气死我了 谁气你了 房医生要分房子了 好事啊 可是没有我的命额 那你分不够呗 什么分不够啊 这领导欺负人 现在领导也不好干 每个人都想要房子 房子又不够 想开点了 我偏不 我就是要分到房子 站长说了 只要是一个系统的双职工 就能分到房子 那你不是双职工啊 除非你立马结婚 我告诉你啊 你还别激我 我还真有这打算了 房子是小事 别犯傻了 结婚是大事 可是分房子也是大事啊 有了房子 结婚生孩子 以后孩子上学都不愁了 我还能把我爸妈都接了 可是现在 它就没有你的怎么办 它就没有你的怎么办 就没有你的 马刚 你说我找谁结婚何事 我这事你跟我商量干吗呀 行了 别 别想了 别生气了 赶紧赶紧做饭吃饭嘛 你气大伤身 你再病 再生病了 吃 吃 吃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我就不做 来 刘总 怎么搬家呢 老婆 没事 怎么也不请个人呀 自己搬 东西也不多 我自己能搬得了啊 要我帮忙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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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也是啊 这搬了新家也该烧烧菜了 是是是是 是不是 那行 你忙着 我帮忙 好嘞 林林 我们分到新房子 这是咱们靠自己实力分的房子 我今天特别高兴 所有的活都想自己干 放心吧 我会好好地爱你们俩俩 我也相信 直到有一天 你会接纳我 先生 你好 先生 你好 你好 你找谁 我王燕住这吗 王燕在里面 我问一下你是哪位呢 我 我不是哪位 我跟他住一块 王燕结婚了啊 没有没有 你别误会 我们这是集体宿舍 我们是同事 好好好 小桃 王燕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咱俩住关系我还能找不到啊 我知道你找我来是什么事 你昨天下午跟我说那个事吧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啊 结婚这种事情不能太仓促了 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是是是 咱俩得仔细商量商量 我听你的 都听你的 这有外人 我们进屋手啊 好嘞 来 还晕吗 好多了 我就是用劲用猛啊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让你去请公民 你怎么了你 钱不想攒着吗 这么爱财啊 从来没发现你有这毛病 你都忘我自己有滴血糖了 行我知道了 下鬼离行不行 要钱不要命 打点粥 我给你放点红糖 我快饿死了 中午饭没吃啊 啊 活该 嗯 我觉得挺直的 有啥直的 上次晕倒 我得了个好老婆 这次呢 以后你会对我更好的 是不是啊 上屏吧你 嗯 别动 嗯 别划针了 单位证明有问题吗 没问题 那好 准备好了 你就来找我啊 好的 那我继续准备了 好 好 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好 王爷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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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唐 我就不送你了啊 慢走 哎 没了 干嘛 你真要跟这人结婚啊 是啊 这人有点儿呢 那样呢 不太合适吧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是我什么人啊 我革命同志嘛 我关心你一样怎么样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你不是讨厌我吗 我什么时候说讨厌你了 行了行了 收起你的关心吧 我告诉你啊 我马上就要嫁人了 你要嫁人你找个男的嫁呀 你 你这这是 无聊 你呢 怎么样啊 都是按照你的喜好布置的 沙发 餐桌 喜欢不喜欢 喜欢 别看这套房啊 他们印了咱们 那咱们是凭实力分道的 所以从明天开始上下班 大大胆胆的 不怕他们议论 你是个好男人 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家 没有懂 我 我还有点东西给你呢 来 走 别回头啊 好 是什么 我能猜猜吗 我能猜猜吗 那你猜吧 弄米丝 哪来的钱买这个 好 我爸 情是把那些钱呢 都攒着不乱花 能走路我就不坐车 衣服能不贴我就不贴 不抽烟不喝酒 攒着几个月 就攒够了 你怎么会那么傻呢 你不是一直想要那块表吗 怪不得你不去请公安帮你 把自己累得到医院去了 这块表情要戴上之后 护士站这些护士一看 还不得羡慕死呢 肯定啊 你在这下 我真的好爱 那我戴上 刘徒 我会记得你对我的爱 我会记你的原因 那我就放心了 好看 还是觉得好看 你个笨蛋 你带法 你最后你看是对的 我家她是对的 真是反正的 大哥 你找谁啊 反正不找你 找王院是吧 你是谁啊管那么多 我不是谁 王院不在 不在 对 我在这儿等 来求婚的吧 你怎么知道 昨天来一个了 这王院 老许 老许 你来了 来来来 快进屋座 好好好 你这还带什么水果呀 放着就行了 外人是谁啊 关那么多 同事 老许 你也知道啊 我这个人 对男朋友的要求很高的 是是是 酒席的事要快 可不能拖着 是是是 嗯 这酒席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单位证明有问题吗 没问题 那好 那明天就登记结婚有问题吗 有问题 马刚 你干什么呀 偷听我们说话呀 老许 别演戏了 你今天说的台词 跟昨天那个人一样 你看 老许 老许 我走了啊 哎 老许 你别走啊 你你先进来坐 这是 你让我给买水果 剩下的钱 给 再见 老 再见 许大哥 我说你诚意打乱是不是 我这不是怕你受骗吗 我受骗关你什么事啊 王爷 不就是为一套房子吗 何必啊 我就是要分到房子 那你是找罪受呢 你住这儿不挺好的 好什么好 天天看着你烦得烦死的 那没办了 我现在没地方去 你将就点吧 王爷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你要真想分房子 就到工会沉洁那儿 正儿八经的 找一个未婚青年 年轻的 别找这种老大爷 你还真以为我嫁不出去 是不是啊 我这不关心你 我用不着你的关心 我告诉你 我迷路就去找陈姐 找个大帅哥回来 气死你 我干吗生气啊 我祝福你 你给我滚 真没想到啊 你条件这么好 居然找不到男朋友 你是不是眼睛太高了 嗯 陈姐不说了 只要你觉得合适 就帮我目色一个 我不挑 话是这么说 我是知道的 你有眼力 不过在我这儿呢 除了年龄大的 就是离婚还带着孩子 年轻人还真没有 你总不能 一进门就当妈吧 那肯定不行 你这个事啊 挺难办的 婷婷 无论如何 你得帮帮我呀 我都有一个人 挺合适的 我都不再帮你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泛黃的 不只是一張照片 穿上的不过是一眼留恋 散落的秋天 爱不及说服昨天 带走的色彩 不用温暖 刻下的不只是一段心烦 回去的不过是一种信念 记忆拼图总是黑白 错乱尖巧的评价 没有答案 就算能够重来 就算赶到十年之前 命运还会袭来 你仍会忍住不肯窗外 如果一切重来 我永远伸起我你的手 当在流言飞鱼吸来 是不是藏败 就算能够重来 就算赶到十年之前 命运还会袭来 你仍会忍住不肯窗外 如果一切重来 我永远伸起我你的手 当在流言飞鱼吸来 是不是藏败 那什么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